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和平统一的一个志业 让我们勇敢地传承下来 台湾不应该成为亚洲的火药桶 台湾不应该成为西方军火商的提款机 我们一直坚持在九二共识之下 能够两岸交流 两岸融合 那么台湾逼得这样才能够滑走 我最爱把台湾带回家 台湾统一 那我其实非常感谢就是 当地的台湾 还有我本地的朋友 给我了很多很多的指导跟帮助 让我们遵循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大政方针 开展务实交流 合作共识 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进展 如今青年发展会台已经成为两岸青年的友谊之球 未来祖国跟台湾有一个真正的桥梁 就是农业的桥梁 舞台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桥梁 我相信这一次桂台会呢 不但让我们看到桂州发展的新的一面 也会给我们台商朋友们投资 给予一个更好的机会 欢迎他们跟我们台资企业协会来联系 能够来进行投资新业 我觉得我们到这里来发展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云南对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风光超好的 然后建筑物也很漂亮 就是打电键的人都是在追梦 吃好了 金像的B餐真的非常棒 反正怎么样 一定要合 没有父母去打你儿子 但那个是像这边伸过去的一样 我来广西这么多次就像回到家一样 广西的人太热情了 看不见 看得见不见 对对对 还有人说到现在还说我们大陆吃香蕉皮 大陆日子很难过 成人没有来过大陆 直接飞行的话你看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而且一切都很顺利 准时起飞准时想象都愉快 我是刚刚 我来自台湾基隆 我的绍兴 等你哦 等你哦 希望所有的台上朋友都来到青岛 让这里给你们整家的感觉 一段时间有一些台湾的小妹妹 所以来到长二十二市城过来打卡呢 七千多米的海拔是阻隔不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希望我们的共感山见证我们的友谊 我希望我们的共感山见证我们的友谊